疫情及市场没落的双重影响 台南一间烘焙行 积欠了大约10万元的劳建保费 以及营业税没有缴 为了想多赚一点赶快偿还 老板四处摆摊卖糕点 而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知道之后 就邀请他在拍卖会时 到场贩售法拍月饼 如今业者的欠款 已经分期偿还了一半 四人分工合作将饼保险盖章送进口箱 只是这些饼贩售地点你绝对想不到 各式糕点椅子排开口味应有尽有 画面一转走进室内里头竟在进行法拍作业 原来这些饼就是独特的法拍月饼 只是这背后有段故事 台南这间烘焙行在50多年前做大饼起家 但由于市场没落 遇到疫情欠下约10万元劳健保和营业税 为了多赚一些 业者在南高坪来回摆摊 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得之后 非但没有将机器查封 反倒提供平台卖糕点 尽管这些高店并没有经过分数点交定价 但业者已经多次受到邀请到拍卖会摆摊 除了卖糕饼及面包 在中秋节也应景推出月饼广受民众欢迎 目前欠款已分期常还完一半 就是每个月固定还个五千啊 一年半左右就还完啊 如今烘焙行逐渐走回正轨 分数的出手相助 不仅让民众能够脱困 更增加国库收入 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记者黄夫奇台南采访报道 以至于抗氏摆会更不仅撑